奈良公园 欢迎来到奈良 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古都 在这里你会发现与人类和谐共处的鹿群和千年古寺庙 今天我们将带您领略奈良的神秘魅力和独特文化 奈良公园的鹿群 我们首先来到了奈良公园 这里有超过一千两百头野生梅花鹿 在奈良 鹿被认为是神的使者 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保护 游客与鹿互动 在奈良公园 你可以与鹿近距离接触 为时并与他们互动 他们通常非常友好 不时地与游客打招呼 东大寺 旁白 接下来我们来到东大寺 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寺庙 建于公园710年 东大寺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建筑之一 供奉着日本最大的佛像大佛 大佛 在东大寺内 你可以看到高达15米的大佛 大佛镇守着奈良 展现了古代佛教艺术的精湛技艺 春日大寺 我们继续前往春日大寺 这是奈良最古老 最重要的神社之一 春日大寺是供奉春日大神的神社 被认为是保佑国家繁荣的神明 春日大寺的鸟居 在春日大寺 你可以看到一排排红色的鸟居门 它们相征着通往神域的道路 神社内还有灯笼和石灯笼 每逢节日时会点亮 营造出神秘的氛围 奈良厅街道 在奈良厅街道 你可以欣赏到古老的日式建筑和传统商店 这里充满了历史和文化气息 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日本 漫步在奈良厅街道 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日本美食 如鹿肉串烧和果子等 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售卖手工衣品 和服和日本传统小屋的商店 非常适合购买纪念品 在奈良 你还可以与鹿合影留念 记录下这段难忘的旅程 许多游客会穿着和服与鹿共享美好时光 感受奈良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 奈良全景 通过今天的旅程 我们领略了奈良的神秘魅力和独特文化 从悠闲漫步的鹿群到庄严肃穆的古寺 奈良展现了其身后的历史底蕴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希望您喜欢这次旅程 我们期待下次再会